香港警方周四下午把30岁男性嫌犯押回诸所收针 嫌犯黑布蒙头身穿牛仔裤 蓝黑色条纹衣服并戴上手铐 警方在他家里找到部分跟多起座位插针案相同类型的针 初步相信他跟最少三起九龙八市公车座位插针事件有关 动机方面我们暂时掌握的资讯 就是很可能和一些不满巴士服务的原因有关 嫌犯报称无业至于他是否还涉及其他案件 或是有没有同党 警方会继续调查 警方强调类似行为 轻则涉及伤害他人身体 可以判监三年 如果案件证实是故意使人受伤 更可以终身监禁 呼吁民众不要模仿 其中一个座位发现有插针的公车41号A 总站就在嫌犯所住的青衣长发村 有住同区的民众说 最近坐车都有特别注意 香港在八天之内发生九起公车座位 发现插针或针就用针的事件 最少有三人受伤 警方在4号晚上逮捕嫌犯 以上是就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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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